那这次去美国其实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就是在大环境下面继续的吸取养分 然后呢也能够回来有好的实践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两方面结合一直是我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在接演了仙剑奇侠和神雕侠侣之后 刘亦菲的人气指数一路攀升 他顺势投身歌坛谋求发展 在签约了索尼唱片之后 刘亦菲前往日本学习声乐和舞蹈 并且交出了自己的首张音乐专辑 专辑当中轻快动感的旋律和刘亦菲 灵动而酷劲十足的舞姿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正当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刘亦菲却决定到美国深造 仅仅利用假期回国内拍戏 电影当然也是我的梦想 因为小时候就看过很多的经典的 一些像大家都知道我的偶像是贺本 就看他很多的窈窕淑女 那个Breakfast at Tiffany那个戏 然后就觉得自己 就觉得对电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憧憬 2004年热爱电影的刘亦菲 一口气皆拍了《五月之恋》和《恋爱大赢家》两部电影 然而初灯大荧幕的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 其实在电影方面来讲 我完全应该也算是一个新人 那两部戏应该是我还在很懵懂的时候 对电影方面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拍的 当然也会有很多遗憾 这之后刘亦菲再没有接拍电影 原因是没有遇到让她心仪的角色 那么刘亦菲究竟在等待着演什么角色呢 就是好比说一开始性格非常的孤傲 非常的冷漠 但是随着很多事情的进行 她完全会变成 到最后变成完全跟这个个性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我比较欣赏中间的变化 此外刘亦菲还希望出演歌舞片 把她钟爱的唱歌和舞蹈结合到一起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刘亦菲决定留学美国 继续深造艺术学科 做演员因为确实需要很多方面不同的一种修养 那自己觉得其实还 要做到那一步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所以我觉得学习是很重要的 那以后的话 如果有好机会的话 我也会努力 在这一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